欢迎收看今天的Focus全球新闻 我是詹书涵 也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不过在疫情冲击之下 美国今年耶诞节非常不好过 总统川普拒绝签署了 9000亿的纾困案 而且他人还到了佛州度假 周末之后会有超过 1200万的失业民众 领不到补助金 耶诞假期前 全美的食物银行外头 都是大牌长龙的 纾困案和联邦预算 现在绑在一块 所以纾困案不生效 那么联邦预算也就没有着落了 美国政府现在又面临的是 关门的危机 而在疫情的寒冬当中 送暖的耶诞老人相当的多 有耶诞老人搭了直升机来送爱心 还有企业家捐赠了比特币 给救世军慈善机构 防疫专家佛奇 他也向美国的小朋友来保证 耶诞老人今年不会缺席的 因为他已经亲自 为这些耶诞老人来接种疫苗 平安夜这天 美国总统川普和第一夫人梅兰尼亚 以影片祝福民众耶诞快乐 疫苗或许是耶诞奇迹 不过川普拒绝签署 9000亿美金的纾困案 却很可能让耶诞奇迹 因为缺乏经费而送不出去 川普将纾困案退回国会 要求修改每人现金补贴 从600块美金增加到2000元美金 周四众议院投票 否决了这项纾困案的修改条文 Pursuant to section 4b of the house resolution 967 The house stands adjourned until 2pm on Monday December 28th 2020 Merry Christmas It is Christmas Eve But it is not a silent night All is not calm For too many nothing is bright 国会两党将纾困案 与1.4兆美金的联邦预算案 绑在一起 所以纾困案不生效 联邦预算也就没着落 美国政府在周末以后 又要面临关门危机 周末之后将有超过1200万民众 失去失业补助 从耶旦节前几周开始 全国的食物银行又出现了大牌长龙的景象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 美国的失业人口攀升到2000万 有将近800万人陷入贫穷 这让今年的耶旦节特别难过 许多耶旦老人也用各种方式 出现在需要被关怀的民众面前 像是加州航空博物馆 旧派直升机载着耶旦老人宋爱新 还飞到医院的上空向医疗人员致敬 美国夏威备的救世军慈善机构 今年收到的耶旦零钱捐款 比去年少了三成 他们正忧虑 善款不足之时 却意外收到一名企业家 捐赠的比特币 美国新冠肺炎疫情严重 华盛顿大学做出最新的疫情模型显示 明年四月前 美国死亡人数将逼近57万人 防疫专家佛西不断呼吁 民众在耶旦节不要群聚庆祝 佛西说今年的耶旦夜 是他的80岁生日 但为了防疫 他决定不和女儿们庆生 一些在急诊室工作的医疗人员 为了感谢佛西的辛劳 守在医院外为佛西唱生日快乐歌 平日总是谈严肃疫情的佛西 耶旦节也难得轻松 他向小朋友们保证 耶旦老人今年不会缺席 因为他已经打了疫苗 所以我之前做了一段时间 我去南方的旅程 我去那里 我自己疫苗了 我自己疫苗了 2020年即将成为过去 面对未来 全球民众现在最需要的 除了是疫苗 还有就是希望 TVBS新闻总和报道